在中超第24轮比赛中,广州恒大将在主场迎战大连一方,在手循环的比赛中,未免冠军在客场遭遇惨罢,此番主场作战,相信卡纳瓦罗肯定希望能够上演复仇大戏,由于上海上港本轮比赛将做客对阵北京国安,在这场焦点大战中, 中超领头羊有很大的可能丢分,因此这也是广州恒大追赶对手的绝佳机会,如果在未免冠军自己在主场没能拿到三分,那么他们的未免前进恐怕很难乐观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本轮比赛中,广州恒大也将面临一个难题,那就是防守核心梅芳很可能引伤缺斩到第一棒,他的缺席将会对球队的防守质量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。 在之前客场与江苏苏宁的比赛中,尽管广州恒大最终一转对手,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梅芳受伤的代价,经过一个星期的休养,他为力能够赶得上北周末的联赛。 一旦他最终缺席,那么张林腾很可能被安排顶记为方的位置,而邓海文将有望出阵主力右边后卫,而这样的安排也将给球队的防线埋下隐患。 要知道,本赛季大远一方进攻的重点,就是卡拉斯科所在的坐路,也是这位比利时球星将会给邓海文施加巨大的压力。 在本赛季首次交手中,邓海文帮手的右路,就成为了卡拉斯科的进攻走廊。 很显然这位小将并没有足够的能力限制卡拉斯科。 在世界杯结束之后,卡拉斯科经过几场比赛的调整后,重新为大连一方进战中抄,比赛,随着他与队友默契度的提升,卡拉斯科在中抄的表现越翻如鱼得水,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。 这位比利时球星成为了球队的进攻核心,他在边路的推进和传球,是球队最重要的进攻手段。 大连一方在比赛中,绝大部分的进攻都是靠他来发起,一旦广州恒大防不住卡拉斯科的话,那么未免冠军被对手双杀的机会就很大了。 在本赛季双方的首次交手中,卡拉斯科就光芒四射,带领大连一方在主场大胜广州恒大。 尽管经过间歇期的调整,如今广州恒大的实力已经不可同志而语。 但是不要忘了,大连一方同样是间歇期之后表现最好的猪超球队之一,最近八场联赛。 大连一方甚至比广州恒大还多拿了一分。 在客场击败天津全剑之后,大连一方已经打破了本赛季客场不胜的怪圈。 如今卡拉斯科和穆谢奎等轮轮态增加,再加上广州恒大防线不稳,这只升班马未必没有机会在客场上演奇迹,最终成为本赛季第一只在联赛中双山广州恒大的球队。